姐姐的一包豆腐丝往事,追一时五润掏眼,一小时家里没电灯,晚上在油灯下看着姐姐读书。 下雨了,下雨了,我要发芽,我要开花,听着她的朗松声,羡慕地在屋子里直打转。 春天过去了,我的心情就好多了。 我不喜欢春天,因为没完没老地去打猪菜。 春天的白天特别长,就像站在春天里的影子,长长地从脚底下逆着太阳的方向使劲地延伸,看上去自己都变了型。 可自己还是长不大,不能像姐姐一样,白天背着书包纸高气扬地去上学。 夏天是我和弟弟的天堂。 上午打猪菜,下午跟着爷爷在房前的菜地里拔野草,中午爷爷午休时我和弟弟就可以逮鸟,桌子了都说完了。 尤其是晚上,找个天气太热的理由便可以用手电照麻雀去了。 反正不像冬天,晚上只好在油灯下几度解,解那笔畅还好听的读书声。 我家虽然从曾祖那里败落,但还是有不少现装古书。 爸爸从小读书不倦,听村里一位老先生讲,几乎找不到我爸不认识的生字。 简直是古文活字典。 可我眼巴巴看着那些书,树排版的古书横排版的心,书就愣是不知道上面说的啥。 我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,我要上学。 爷爷说,到了上学的年龄你不上都不行。 姐姐说,等你上学我就不上了在家打猪菜。 因为你是男孩。 我便问他,你不想上学吗? 他说,当然想。 可都,上学家里这么多猪羊吃什么? 不为猪不痒羊哪里有钱买油盐酱醋备入衣服? 我的心一下子挂上了个秤妥,失去平衡式的下坠。 我上学的代价就是姐姐坠学,从此我就把上学的事送给王北非的大宴了。 二秋天的树叶,进不住风的摧残,纷纷向母体告别,让人感到凄凉。 我和弟弟用耙子把落下来的树叶搂起来,装入筐里。 眼看着堆在房后的树叶,已经堆成了个小山包,这山包就像男孩的小JJ,明显的在慢慢的长大。 爷爷说这一大堆,树叶足够六只绵羊吃一冬的了。 爷爷的话提醒我冬天又要来了。 我听到嘎嘎的叫声抬头一望,带走我独树念头的大宴又从北边飞回来了。 箭头似的排开一路南下。 嘎嘎的叫声把我上学的欲望,又还给了大宴的这份情意怎敢忘掉。 东,天真的说来就来了。 晚上在油灯下听着姐姐念书,那感觉就像饿了三天的饥汗,看到画上的大饼是一样难受。 爷爷看到我的表情,便安慰我说明年你就上学了。 听到爷爷的话,我激动得就像刚学会连锅锅笼子时的欣喜若狂,可是什么时候才能熬到明年啊? 不,我不等。 反正冬天的白天外面冰冻三尺没有活干,跟着姐姐上学去。 我知道姐姐不会答应的,就在晚上做了周密的计划。 三北方的延东冷酷无情跟在姐姐后面的我热血沸腾。 我和她的距离既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,远了,一旦进了城关我就会被遗失,进了,会被姐姐发现。 五中国里的路,在延东的清晨竟然是那么远。 我家人口多,太穷,九口,人靠妈妈一人晚上做针线活,到冬天了我和弟弟还没有棉鞋穿。 要等到新年才能穿上。 妈妈白天要下地干活,又常常没有吃的,有点钱要先买点粮食,然后才能买不料。 没有棉鞋,脚很快就冻得麻木了。 麻木后感觉不到了,但一,着地就感觉到疼痛难忍。 快进城关了,姐姐加快了步伐。 我也只好忍着脚的疼痛,小跑起来。 姐姐一回头,看到了我。 她简直不敢相信。 气得她浑身发抖。 我怎么一直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似的,原来是你。 我要迟到了,不能,把你送回去,你认识回家的路吗? 我说,姐,我不回去。 我要跟你一起去上学。 姐姐说,老是不让孩子进啊。 快回去,爷爷找不到你会急死的。 你是她的长孙,心头肉啊。 快沿路回去,没把你的脚冻下来。 我这一步走,姐姐急得跳脚。 忽然听到卖豆腐丝来。 一位长者推着独轮车,在姐姐身旁吆喝着。 她误以为我在淘气,我姐会掏钱买吃的把我哄得听话。 生意员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。 姐姐想到爷爷给她的一毛钱,那是她买本子用的。 她情急,之下,就把一毛钱掏了出来。 生意员立刻微笑着,把一把豆腐丝用报纸包好。 交给了姐姐。 姐姐把豆腐丝递给我时,我才明白过来那生意人的奸商行为,这简直太可恶了。 姐姐说了一句,快吃吧,吃完跑回家。 别告诉爷爷买豆,腐丝的事。 我茫然不知所措地刹那间姐姐早跑掉了。 一钻进胡同,我不知她到哪里去了。 我垂头丧气地跑回了家,那包豆腐丝跟冰块一样。 本来我的手可以揣在兜里的,可这包豆腐丝是我的右手,在刺骨的风中失去了知觉。 我,到家后把豆腐丝交给了刚要上工的妈妈,便失声痛哭起来。 妈妈问我是怎么回事,我才感觉到我的右手疼痛难忍。 妈妈完全明白过来了,便说明年你就上学了,别着急。 书有你念的。 看你哭成什么样子了。 其实我哭的不是阴,为我没有跟姐姐去学堂,而是姐姐误会了我。 我虽然肚子饿,但我知道那一毛钱是姐姐买本子的钱,这泪水有后悔的苦味。 我执意不回家不是为了豆腐丝,是要上学要读书。 这泪水有冤枉的咸味。 可姐姐给我买了豆腐丝后我静,然接了下来,这泪水有受侮辱后的腊味。 一年后,姐姐把我领进了学堂,不久她就坠学在家做家务了。 刚满15岁时,她就白天上工正办劳力工分去了。 到晚上帮助妈妈做针线活。 每当我在学校里听说她上学是个神童,我都后悔,自己读书毁了她的前程。 从此以后,读书就成了我的命根子。 在那文革年代,我如饥似渴的读书。 几十年如一日,很少看电视。 每当我坐在电视机前,就想起看电视耽误我读书。 因为我的读书机会是剥夺了神童姐姐的读书机会儿,得来的。 今天给姐姐通了电话,她问我在干什么,我说读书啊。 她说她的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了。 有了工作后就不读书了,你怎么还读书? 我说我不读书怎么对得起你啊? 她说那你还读一辈子不成。 我放下电话便写这篇短文。